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美为了一些关于案子的问题 然后给铁柱一套说辞 让她对留在现场的痕迹有了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随后小美又去找到了验尸官 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些有利的证据 验尸官提出了这个现场很狼狈 但尸体处理的很到位 所以到过现场那可能不止一个人 不过你们吃饭聊这些话题真的好吗 小美又假扮成作家去找被害人的妈妈了解了一下情况 也大概知道了这个被害人翠花算是一个富二代 小美回去离了里头去 或许铁柱在进入翠花家之前 翠花就被杀了 所以关键的是要找到在现场的另一个人 小美又找到了翠花的前男友 飞主流说 翠花找了一个留学生就把他甩了 在认识留学生之前 他是一个乖乖女 只喜欢和我这样的飞主流在一起 那也不算太乖了 小美来到翠花的房间 从翠花的电脑中找到了那个留学生 另一边铁柱也被神秘人探监 还给铁柱留了一个信息 如果无罪释放就去约定地点找他 小美这边继续调查留学生 发现这个留学生被确认精神病被关起来了 见面的时候 发现这个留学生精神确实不太正常 动不动就会发狂 翠花查了半天 一头雾水 法院那边已经开始了二审 翠花的律师还请来了铁柱的老婆做证人 而铁柱的老婆也毫无情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铁柱的话 二审不太顺利 小美意外收到了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是一个假手 这也是一个警告 因为再失败记得就是他女儿的真手了 小美又开始名思故乡 通过看了翠花的葬礼录像带 发现那个精神病的留学生居然也出现在葬礼上 所以她很有可能是在装病 小美到医院询问情况 医院也在帮着打掩护 经过小月同学的一番调查才知道 这个留学生的爸爸是一位高级检察官 应该是怕她儿子给她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所以让儿子装病 然后迅速确定了铁柱就是凶手 好让风波赶紧过去 等小美回到了家才发现检察官已经在自己家里等候多时了 原来她儿子那晚嗑了药 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凶手 不过为了自己的前途 所以干脆直接来回到小美查到关于她儿子所有的资料 小美辛苦找寻的资料就这样全部被烧尾 又到了开庭时间 但是小美什么资料都没有了 不过在法庭上还是给大家非常有逻辑的推理出铁柱不是凶手 但是你管我要证语 对不起 没有 不过随即小美又反问对方律师 你们找到凶器了吗 你虽然有很多证据指向铁柱 但是找不到凶器你们就应该放人 这个韩国对法律真的可以这样玩吗 突然对方又请上来一位目击者 就在这个目击者向着铁柱方向指去的时候 下面又出生了一位大叔 这个大叔把一盘录为奈交给了法官 而内容正是刘学生的老爸在小美家里与小美的谈话记录 这可真是一波好几折啊 所以也不管到底谁是凶手了 法官当场下定逮捕刘学生的老爸 毕竟你这明显是坐雷心虚啊 铁柱就这么被无罪释放了 而这时铁柱也终于说出了真相 人就是他杀的 小美听完之后瞬间崩溃 不过为了自己女儿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最后小美和警方一起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结尾 那就太天真了 铁柱被放出来之后来到了纸条上的约定地点 本以为神秘男子会再给他点福利 没想到神秘男子直接开车把他撞黑了 之后还被关进了小黑屋 然后被活活烧死 这到结尾了才开始烧脑吗 而小美也通过自己女儿画的画 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就是被关在了翠花妈妈的家中 所以绑架自己女儿的竟然是翠花的妈妈 这大姐早就知道是铁柱干的 她觉得死刑太便宜铁柱了 所以把她捞出来之后亲手烧死了铁柱 提自己女儿报仇 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好了 不管怎么说 七天六电影绝对是值得一看的好片 本期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